好,接著要講那一套 在我看之前完全是沒有接觸的 但是看完之後我會覺得真是好看 然後我已經馬上把漫畫補到最新連載 對,很快 心靈 那不會很多的 現在去到大概八十一畫左右 原作的話就是 它是四十幾頁一畫 還是什麼? 不是,它是周刊連載 那很少 接著我們現在要講那一套 警戒觸法就是World Trigger 最初做的原念其實是做得不錯的 原念? 你不知道這個角色究竟是什麼 尤其是好像... 你那個OP那裡? 不是 三魂在第一集那裡 最初我猜究竟它是一個什麼 好像在找方法進入這個組織的人 但最後發現它已經是這個組織的成員 其實你一開始就說 難道它是BORDER的關係壺? 感覺上它像那些粉絲一樣 有BORDER的人來到 很想了解一下認識一下 誰知道原來其實它是有新同事來的 其實那種... 是不是新同事來的呢? 原來是這樣的 其實挺有趣的 其實我覺得這個位置 他可能是做三魂的角色 在這個人類的城市襲擊人民 這樣 因為有BORDER這個組織的關係 會不會類似地球守護者那種 性質的組織 你這樣說最近我想到Captain Earth而已 哈哈 沒有看啊 我不知道 它這套其實是像 信長之槍的形式 其實其實有點像 那個組織也是說 它們潛伏了很久 其實一直都是為這班人戰鬥而做出準備 當他們出現的時候 死了幾千人之後才來救 他們說我終於了 你們之後交給我 當然這個是我套租的 為什麼要死幾千人才來救呢? 其實感覺上那些變身畫面 我覺得像之前那套 什麼? 非鷹那套 吉祥明 吉祥明 我覺得有點像 有味道 因為其實它就算變身 是沒有什麼特別的 變身只不過是說 將一個虛擬體 實體化 然後代替了你原本的真身 去做戰鬥 就是變身 就是變身 變成制服 變身是真的用你的真身去打的 他這個是替身 兩樣東西來的 所以被車撞也沒有事 那是空閒 因為空閒本身的特質 不過其實他現在三集裡面 其實還沒說到很多 不過你說 純粹是空閒出場 就知道他不是一個普通人 但是去到後面爆裂 就比較誇張 而三文的角色 其實在頭三集裡面 其實給了你幾多驚喜 由開頭你會猜 他是不是波納的成員 原來他真的是波納的成員 他不是一個追星族 到第二集的時候 一個波納的成員 變身之後 原來他只是一個C級的隊員 沒有什麼 空閒都說他很廢 變身也很廢 但我其實覺得有件事很奇怪 就是你見波納有很多組織 就是小隊 但唯獨是他來講 好像來來去去 只有他一個人 又不是一個小隊裡面 因為第三集有說到 其實他是一個訓練生 其實如果你這樣說 還不是正式隊員 還不是正式隊員 所以其實連隊員也不會有 這件事就更加奇怪 如果你是一個訓練隊員 其實應該有一個正規隊員 跟著他 或是帶領他 怎樣做一個正式的 才是這樣 沒有理由這樣放進去 自己喜歡變身就變身 喜歡怎樣做就怎樣做 即是你會覺得死很大 我覺得是比較奇怪 故事裡面其實 他知道了 空閒是一個近界民的人類 近界民的人類很難 人形的近界民好像比較好 都可以的 其實是 其實那些才是近界民 即是他們認識內閘的怪物 其實那些只不過是近界民做出來的事 因為在三魂 他這個低級的border 他了解的東西 所謂的近界民 就是那些怪物 那些怪物 他就不知道 原來在近界那裡 其實都是有人類去居住 空閒就是所謂的近界裡面的人類 人類 故事就由之而戰 其實空閒那種性格 其實都做得 真的好空閒 他想來了解另一個世界的人怎樣 讀他的世界 簽似那種 而在他的價值觀裡面 所有東西都是很直觀的 你要錢? 給你 你斷了腳 而拿了醫藥費 但是 現在 你的腳原來是沒有斷的 那為了要給你醫藥費 我唯有打破你的腳 是很直觀的 也有一點公務員的感覺 但是你會覺得 這個來得其實 他的性格是有趣 你真的覺得他是 跟你是一個不同的世界觀 沒有社會常識 沒有社會常識是正常的 因為他不是人類社會的生意 他沒有人類社會的常規 我們會認知的一些規則 他有的常規是 他的世界 他的世界很弱肉強食 是啊 所以他沒有人類的價值觀 我認為他沒有人類的價值觀 是絕對講得通的 所以你也看到 很多事情 就算是三魂開始 越來越多 定了規矩給他 一開始說 你不要打傷人 他之後真的沒有打傷人 那三個股 真的沒有打傷他們 跟著其實也說到 開始就是 跟阿空閒接觸 阿空閒 為了知道更多 這個世界的知識 以及因為鑑於 他要找的人 是一個波大的成員 即是他爸爸的朋友 對 所以跟三魂 約花三張 也希望在他身上 可以拿到一些他需要的情報 形成了一個 很微妙的關係 對 他不是算是幫忙 他純粹是要知道 所以跟著你 已經是叫做 組成了一個小隊 的形式 就是他們兩個 會並肩作戰的形式 是一個 在情報上的 互衛互理的關係 他們是一個 基本上 就是我需要空閒 即是三魂就需要空閒的戰力 空閒就需要三魂 那個人類方 三魂沒有去到這麼厲害 三魂是純粹說什麼呢 他擔心這個近界民 會對人類社會造成什麼影響 既然現在他可以控制到他的話 他作為波大的成員 他覺得他應該有這個責任 算了 他做到的事很少 那也是 其實因為本身三魂 其實作為一個波大的C級成員 而他的資質也不是好 即是在這個學校裡面 因為近界民的入侵 被迫他要去作詞 而空閒也跟他說 你要打死一隻近界民的士兵的話 就需要二十個里 而二十個里裡面 只有十八個里是會死的 這些就是電磁炮 那是不是其實是暗示他要特訓呢 即是他很廢 空閒也告訴你 力量差 戰鬥力差距是有多大 當然三魂對他來講 他只是抱著一個 正義 正義 作為一個正義的士者 我應該走正義的士道 哪怕會犧牲自己的生命 也都在這一次裡面 其實三魂其實是拿盡好處 可以說是 怎樣拿盡好處 這個波大成員身分被這個同學發現了 所有同學都認為就是 拯救他們的大英雄就是這個三魂 不過其實空閒的道理 很有道理 其實在直觀意義上 即是他不像很幫人 其實他不像很幫人 所以就算是說他意義不像 而三魂也講了一個很大的 結果論的真理 我沒有幫到這個學校裡面 任何的同學 我只是幫了三魂理 因為我覺得要救你 而救這班同學的人 令到他們不在我出手之前 死了的人 其實是三魂理 其實他是一個很結果論的人 那這個是事實來的 你這樣去想這件事 其實是一個直觀的邏輯神 這件事是成立的 在他的價值觀最少合理 只是三魂不接受這件事 這個不是我實力上得出來的成果 只不過是一個結果論得出來的成果 所以他也不想接受 但是空閒在他未接受這段期間 已經不停銷售他 三魂究竟有多厲害 一刀就砍死了這個界民的士兵 多厲害 我會覺得好看的原因 其實是因為他逐步逐步 去推出一些設定出來 而當中我會找到一些不明白的地方 但其實是值得期待的地方 其實他有適當的復筆 他將會解釋的 但是暫時先鋪了復筆 而且你想追下去 不是由空閒帶出來 而是三魂的 因為三魂的社會地位越來越高 但跟他的社會地位的實力是完全不成正比 究竟會何時被人吹爆 還是越吹越大 就像一拳穿人的King 會不會去到 我是有這樣的期待 即是甚至乎 其實他是一個素造出來的英雄角色 對 其實你會有這個期待感 究竟這個4何時會爆 初期裏面 當然我看完完之後 我知道之後的發展 但在那三集裏面 我的確是因為有這個期待 而我特意就是為了滿足我這個期待 而我去看漫畫 嗯 你想看他怎麼死 那你會降低你對動畫的期待 我不是去看 不過是 I am 說的 是不是想看他怎麼看 是的 我可以說是 當然他想看水柱套子一樣 似乎應該這套動畫 應該照著沿著走 應該不會是私自改編 暫時來說是的 我看回漫畫來說 其實他是跟著那個節奏去的 嗯 雖然你說 畫工他不是亮麗那種 戰鬥裡面其實都很平實 即是不會有些很華麗的火焰效果 嗯 他銷售的應該就不是戰鬥動畫 這套應該就不是戰鬥動畫 應該屬於是劇情作 是的 我覺得其實如果對你說 嗯 這一類 這一類型叫做 我叫做什麼 是信長之槍的 應該是 因為信長之槍 其實大家都知道 我也是盛讚過信長之槍 即是信長之槍 固然 其實我不是贊他設定 我是贊他這個作畫 其實我是 那個 戰鬥那個 的 迫力的 但這一套 其實我會追的 其實反而是看設定 其實我是 即是怎樣轉 看設定那些 就是劉大那些 劣等身那些 那些叫設定 那些直接拋一本輸出來 那些有空 就是 你會見到 這一種作品 我覺得最重要 就是說 你怎樣 循序漸進 你自己本身 可能有一個很複雜的架構 或者是有自己 一個獨特的世界觀 怎樣去循步 逐步 在一集裡面 展示的故事 好像在說書 那樣 大家都在吃 你設定 而是覺得是有一個故事的推進 去介紹 就是每一種能力 或者是那個世界裡面的一些 術語 究竟是一個什麼 一回事 其實我覺得這套東西 現在給我 我覺得它是做到這一點出來 嗯 但其實我看他OP很多人 因為其實我看了一集 我看他OP出很多人 那我有一個疑問 其實是覺得 咦他會不會像Dola La La 因為其實你說說 介紹設定 似乎就不像 我覺得那個感覺有少少 譬如Dola La La 你一開始會說Dollars 但是去到中段 中後你才會知道是什麼 但他直接從另一方面 直接開一條新鮮的感覺 是 我相信這裡應該就不會 不知道會怎樣 角色上暫時都算是比較少 而這一套東西 我做少少 因為我看了原作裡面的預告 大家如果想看 怎樣以弱性強的話 這套絕對是值得一提的 以弱性強 對 怎樣以弱性強 以及組織戰鬥的話 這一套是值得一提的 嗯 那麼這套的介紹到 等等等完結的時候 再跟大家分析 各種不同的 所有剛才所說的 值得期待的地方 那我們去下一套